好,现在我先播参赛选手入场 牛群 没来 冯总 不在,出差了 去年走的 好 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 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 如果双双弃权的话 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 现在我先播 最差先生已经产生 他们是牛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 姐姐 酸不酸呢 明年大师,你最管她叫姐姐 丰理她,我跟你说姑姑 我的孩子管她叫姑姑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 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 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的 因为他们说了算 他们说了算 是的 早说呀 你担我们时间 女同胞们 女同胞们 大家辛苦了 亲人们 亲人们的 我想死你们了 我 哎呀 一看这位女同志 您就能长寿 要说您能活二百岁那是捧您一百九玩似的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 把我们这位小姐再紧着 这位小姐 扎一看挺漂亮 仔细一看,你扎一看还漂亮 错 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我一向这样 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 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 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我就认为啊 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 绝不是好男人 对 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 那估计也不是这么好男人 不错 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 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哎呦 你主任 你什么指示 你们俩啊 稍息就可以了 就这小闸刀给他们闹的 你们俩谁想服药 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 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四个字 赞美女性 那女性还用赞美 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变天 严重的轻视妇女 同志们听见了吗 不仅半变才半变天 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 还多半个 起码 一个半 七八个 二十九个 三十七个 听 你们这是赞美啊 这说实话 哪怕是批评 咱们换个方式吧 叫批评女性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批评啊 也是一种爱护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的 一批那小辣单就归我了 你们俩不批是吧 绝对不能批 谁说谁批 就不批 你把我怎么够 并非产生嘴差先生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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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像话了 而且越来越不像话 我批你多少回来 就是不听 你说我批谁吧 你说 这位 全国复联的 具体的说 你有十条错误 第一条 复联的是干嘛的 刘处长 具体的说 十条错误 第一条 第一条 你 太那什么了 具体的说 上次 哎呦 那个严重啊 牛腿 你接着屁 我先消气 他这算弃全了 他这个 你甭说他 牛腿 牛 你接着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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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刘处长 刘处长 怎么还摇头 尾巴晃呢 这朋友 刘处长 刘处长 连货都办齐了吧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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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批评您 很可能会得罪 甚至会得罪 全国的女同志 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 因为您确实是 太不像话了 工作起来 就不注意休息 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 我就都吃了 你给我站吧 你给我站 你接着屁 我接着屁 你说我弟谁吧 这位 太不像话了 女军人 你站起来 我也要批评你 女军人 你们大部队没来吧 我就是要批评给你 你们老跟男的一样 强险就在不拼捐款 建议勇为助人为乐 建困难就上 建容易就让 把容易都让给我们 这不把我们 难道都惯坏了吗 完了完了 我才把姐夫君阿姨得罪苦了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建筑女工 你们听着 我对你们意见最大 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 我上去就转向 一来就都烦了 女护士 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 谁一发烧 打一针就退烧吗 我们家那暖壶热 你打个试试 那就不能喝了 是吧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那我就批评女农兵 我批评女邪家 我批评女个体护 行了行了 行了 行了 行行行 停停停 看来啊 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 这样吧 咱们来个家事赛 牛群从你开始 你的测试题目呢 也是四个字叫 理解女性 理解女性 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 从现在开始呢 你就不是牛群了 那我是谁 你扮演你妻子 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 来回答我做题的问题 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这就改牛嫂了 太好了 真是牛打十八变 越天越难干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职业女性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对你也很好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她 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这样想的 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她 我多曾那么说过 你说过 不是我不可能 对对 我说过 但是我是有理由的 我为什么要抽她呢 为什么 因为我丈夫作风太正派 所以我要狠狠地抽她 我是职业女性 因为我是职业女性 同志们 职业女性 她不等于职业杀手 不是 职业女性 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 既要事业又要家庭 在单位 在拼命干 回到家就要忙活饭 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 下棋书法画画 反正这两年下来 孩子什么没学成 我是琴棋书画 全都会了 所以我要抽孩子的吧 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这小杂丹 你就主动地收下吧 对了 那天我出门碰见冯拱了 那个冯拱说 嫂子 牛哥可太不像话了 现在外边风言风语 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 中午跟着盘子转 晚上跟着骰子转 夜里跟着裙子转 你对他这么好 他对得起你吗 我说冯拱你胡说 牛群就不是那种人 他事业心太强了 我就是再忙 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 我说的是 我抽出时间照顾他 简称我抽他 累不累你 这不能算这个 冯拱你别说了 干你了 你的测试题目是 也是四个字叫 评价母亲 你跟我来 冯拱啊 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 没有姐妹 没有儿女 都没有了 都没见了 但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母亲的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请你评价母亲 这四位观众呢 现在扮演四位母亲 各位请站进来帮个忙 好吧 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 谢谢您的合作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 梁三喜的妈妈 京喜的妈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 她是三喜 我是四喜 坏了我成丸子了 是吧 送朝月飞的妈妈 明里的妈妈 你当初给我岳飞哥 刺了四个字 精忠报国 你不能偏心眼 也给我刺四个字吧 妇女之友 相声演员 冯拱的妈妈 她我怎么没见过呢 光荣的妈妈 你有个好儿子 朋友们 让我为老人家 拥有这样的儿子 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相声演员 牛群的妈妈 丢人的妈妈 请开始评价吧 我从这边开始 丹喜的妈妈 苦了您一个 幸福千万家 叶飞的妈妈 深明大义 教子有方 冯拱的妈妈 有其子 必有其母 牛群的妈妈 丢人 丢人不属于您 那位母亲不汉心如苦 谁的妈妈 不忘自成龙 牛群成了最差仙子 却让您抬不起头来 这不公平 同志们 其实无所谓 男同胞们 不要气馁 一个牛群 倒下去 千百个冯拱 她站起来 看起来的表现 大家都看见了 你们说这把小炸刀是给牛群 那还是给冯总 牛群 冯总 冯总 谁 送给谁 泥瓶 泥瓶 对了我提 小炸刀泥瓶 你就拿回家吧 这是我们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我们忠心的祝愿您先生 警钟长饼 牛哥赶紧撤 赶紧赶紧撤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